2010年,一旦和冯小刚电影同名的相亲交友节目《非诚勿扰》爆火,孟菲和乐佳两人一跃成为了全国知名的主持人,而随着他们一起走红的还有一位姑娘,马诺。 那年,一位23岁的男嘉宾当着镜头和所有观众的面,将她选为心动女生,并向她提出了是否愿意经常一同骑单车的问题。 22岁的马诺手拿着话筒,脸上带着细血的笑容,说道,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 因为这一句话,马诺成为了拜金女的鼻祖,迅速在网上走红,也因为这一句话,马诺被人耻笑了11年。 离开节目后的马诺是否得偿所愿,嫁入豪门了呢?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这里是闲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拜金女鼻祖马诺。 1988年,马诺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胡同,虽然家里并不是很富裕,但是她的父母从未让她吃过一丁点的苦。 然而,就在她即将上大学的时候,她的父亲不幸离世。 失去了父亲的经济来源,家里的条件变得愈发困难,马诺一夜之间成长了。 为了挣钱,她经常奔波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在学习之余,她经常会去接拍一些杂志广告,平面模特等等。 或许是生活的重压,让马诺非常渴望爱情。 于是,在上大学不久之后,马诺就交往了一个比自己大六岁的男朋友。 在两个人的感情稳定之后,这个男朋友直接辞去了自己的工作,躺在家中等待马诺养活。 而马诺为了能够负担两个人的开销,几乎是夜以继日地接各种活动,每天都奔波在不同的活动之中。 虽然一开始马诺毫无怨言,甚至甘之如疑。 但是,时间一久,她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包养式爱情中的不平等。 最后,这段恋情无疾而终,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男朋友的出现,让马诺意识到了潜在一段感情中的重要性。 毕业之后,马诺陷入了找工作的困境。 没有收入来源,最穷的时候,她的银行卡里只有1400元钱。 为了省钱,她不得不借宿在表姐家里。 但是有一天,当她面试完回到表姐家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的行李箱全部被扔在了门外。 马诺难过万分,但她也明白表姐的意思。 她只能拖着行李箱,大半夜在一条小巷子里找了一间最便宜的房子住下。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坚定了马诺想要成为一名有钱人的决心。 2010年,22岁的马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平面模特。 但是想要在模特圈混出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恰好那个时候《非诚勿扰》正在全国海选女嘉宾。 在朋友的建议下,马诺报名参加了这档相亲节目。 一出场,马诺金黄的头发,精致的妆容,娇好的身材, 让她一下子成为了舞台上的焦点。 随后,她更是凭借着自己的毒蛇,成为了节目中镜头最多的女嘉宾之一。 在舞台上,曾经有一位男嘉宾有嘴滑舌,马诺直接怼道, 听你说话,我就觉得你欠抽,有鞭子吗?帮我找一个。 面对一位年纪较大的男嘉宾,马诺也是毫不留情地说道, 早知道是你来,我就让我妈代替我来了。 虽然马诺的言语如此辛辣直率,但是仍有不少观众非常买她的账, 因此她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她爆出了震惊全网的金句,引起了热议。 那一期节目中,有一位二号骑单车的男生非常喜欢马诺, 他表示自己一定会让马诺每天都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但是那位男嘉宾目前只有单车,他便问道, 你是否愿意和我经常一同骑单车呢? 马诺几乎是下意识地说道, 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 这样的豪言壮语一出,马诺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全网讨论的话题热点。 网友们纷纷吐槽马诺是新时代败金女, 还表示要将她的私生活八个底朝天。 面对谩骂,马诺一开始并没有在意, 她依然在节目中口出狂言, 直到在后来的一期节目中, 一名名叫洛磊的男嘉宾直接当众声讨马诺, 你应该让出位置, 让更加有诚意的女孩子来到节目寻找另一半。 如果你要找有钱人,你应该去选美, 因为下面做的不是大款,就是富豪。 洛磊的话引起了全场观众的认可, 他们大声叫好。 马诺几次想要反驳, 但是都被洛磊毫不留情地挡了回去。 最终,马诺的心理防线在洛磊和观众的攻击下彻底崩溃, 他含着泪说道, 我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然后匆匆离场。 几期节目之后, 马诺重新回到了节目中, 并和一位男嘉宾成功牵手。 然而, 这位男嘉宾并不是什么富豪, 也没有宝马车, 他只是一位自由摄影师, 还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姻。 许多人不解马诺为何突然选择了一个普通人, 于是他们开始身搬男嘉宾的身份, 企图找出男嘉宾是个隐形富豪的证据, 这大大影响到了男嘉宾的生活。 马诺最终无奈在社交平台表示, 两个人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彼此并不是适合彼此的人, 所以最终并没有真的走到一起, 现在两个人只是朋友。 网友们听到后, 觉得这才是那个拜金的马诺应该做出的选择。 随着知名度不断上升, 马诺顺势进入了娱乐圈。 2011年, 马诺出演了微电影《小女孩》, 正式成为了一名演员。 不久之后, 他发表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好想》。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表示, 希望通过歌声能够让大家真正地了解自己, 能够发现自己并不是空谈理想的人。 2012年, 马诺和杨谦华、余文乐、杨幂等人合作了电影《春娇与志明》。 他在影片中饰演了一位雀斑姐, 但因为种种原因, 他的戏份最终被全部删除。 同年, 他在《杜爸爸生子记》中出演了一位拜金假洋妞, 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二张EP《热夜》。 虽然马诺在电视剧、电影以及音乐方面都有所涉猎, 但是效果非常一般, 可以说是石沉大海, 没有激起半点水花。 但是也不难看出, 马诺一直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极力摆脱身上的拜金女标签。 可戴上标签容易, 撕下标签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无论他做什么, 总有人会把他的言论重新翻出来, 再指责他一番。 就这样, 马诺跌跌撞撞地在娱乐圈里走了五年的时间。 随着他在其他综艺中的口无遮来越来越多, 他的错误价值观对社会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 他最终遭到了广电的封杀, 他参演的电影片段全部被删除, 后续录制的综艺也未能播出。 2016年之后, 马诺就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从相亲嘉宾到网红再到艺人, 最后被封杀。 马诺一夜之间从地狱到了天堂, 却又一夜之间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虽然马诺消失了, 但是关于他的传说却一直流传在江湖上。 每当人们提到拜金女的时候, 总是要把马诺重新拉出来辱骂一番。 直到2019年不堪其扰的马诺 终于站了出来, 他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了这么多年以来, 围绕在自己身上的争议。 马诺表示他参加节目只是去工作而已, 那个被拒绝的男嘉宾也只是节目组请来的演员, 扮演一个归国的富二代。 而他在那一期节目中的任务, 就是要拒绝那个男嘉宾, 所以他才会开这样一个玩笑。 最后他真诚地表露, 十年的时间, 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把别人当好人, 却被骗得很惨。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为了节目的效果, 大部分的嘉宾都是拿着剧本, 有着人设。 而马诺恰好就是那个拿着拜金女剧本的人, 他遵照节目组的指示, 拒绝了男嘉宾。 虽然言语可能过于尖锐, 但明明节目组可以剪掉不播, 却还是利用了他, 并为了制造爆点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然而纵使节目组万般不适, 但那话的确出自马诺之口, 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或许当时在他的心里, 他的的确确是那样认为的。 只不过他没想到自己的直言不讳会会困扰自己多年, 会让自己遭到非议。 他后悔的不一定是当时的观点, 而是当年那个太过年轻了自己。 如今11年过去了, 马诺早就已经淡出了娱乐圈, 他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坐在宝马车上哭。 相反,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慢慢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现在的他, 在短视频平台上成为了一位车评人。 在镜头面前, 他流利地介绍着每款车型, 敬业地完成每一个视频。 在私底下, 他也会经常看艺术展, 去全世界旅游, 学画画, 做慈善。 正如朱光潜所说, 没有一项工作是不委屈的, 没有一段人生是不曲折的, 没有一段未来是注定光亮的。 当初对着众人说出宝马论的马诺, 不会想到拜金会成为纠缠自己半生的标签。 但是现在的马诺已经放下了过往, 收敛了锋芒,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宝马, 或许这才是马诺现在真正追求的。 这里是鲜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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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